堂堂天下无敌的超能力者 竟要男扮女装潜入女校 还要被女混混恐吓 是我就不忍了 可是龙套却忍气吞声 毕竟都是为了师父的雏林大业 面对女混混的口吐芬芳 即使有着满身超能力 龙套也大气不敢闯 内心直呼女人真可怕 在女混混走之后 惊魂未定的她又听到了两个女生 原来她们才是委托人 据她们所说 学校里出现了一个色灵 会偷走学生的私人物品 还会拿走更衣室里的胖子 因为学校不重视她们的话 所以她们之后请方圆摆礼 最有名的雏林师过来雏林 不过看到龙哥不在 而龙套看着又比较菜 所以她们并不放心 这让本就自卑的龙套更加没自信 就在这时一阵尖叫传来 女厕里有学生察觉到有人偷窥 不用想这一定是色灵的杰作 龙套立刻开始追踪 三人一路追到了篮球馆 龙套小手一挥 立刻给篮球馆施加两节劲 打算来一波问中桌色鬼 他们进入篮球馆 传说中的色灵也很合适一地出现 等等 你这个颜色是不是不对 看到美女从中夹杂着一个小兄弟 色灵气不打一处来 你对力量一无所知 片刻之间色灵就被打断了右臂 眼看这小屁还这么难搞 色灵打算抓个人质当挡箭牌 你闻起来最香 那就决定是你了 好在龙套即使挡在美女面前 轻轻一挥 就把色灵的另一条胳膊盘乱 随后一招天马流星拳 刚色灵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真男人从不回头看爆炸 龙套的帅气表现 赢得了在场所有女生的欢呼 这番羡煞旁人的景象 引来色灵的最后一次怨念 他说他看出龙套和生前的自己一样 是个母胎solo 没人喜欢 与其干这些费力的事 不如去好好体验青春 色灵的话让龙套再次思考起人生 第二天一大早 龙套便来到了玄学上 看来他是想通过社团 找到青春的意义 然而就在部长小刘兴奋的地上 入部深情舒适 学生会的人走了进来 并带来了以锻炼肉体为目标的哲学社成员 看来这间教室已经安排给了哲学社 对于这个决定 小刘十分不满 说自己已经招到了第五名社员 看着眼前仍处于状况外的龙套 学生会的人从生辰八字到兴趣爱好 与龙套进行了一番哲学探讨 通过对他的灵魂拷问 学生会的人看出了 龙套并非真心加入玄学部 这番话让龙套再次思考人生 我想做什么 我的梦想是什么 经过一番思思 龙套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梦想 那就是向初恋对象小雷告白 这是他从小到大的愿望 但小雷好像对运动系男生更感兴趣 想通了这一步 龙套格局打开 找到了自己的抱怒 好家伙 两极反转 合着你们玄学部 是给人做嫁一等 于是龙套加入了 锻炼身体的哲学部 开始朝着近战法师的道理情景 他能如愿以偿吗